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说 一条直线跟两轴围出的三角形面积是怎么算的 那么这样的问题 我们其实先把它的结距先找出来 用图画出来会比较清楚 首先我会先画一个直角坐标 好,再来看下去 现在这里有一个X跟Y 当X是0的时候 Y是几呢 Y是负的五分之六 当Y是0的时候 X是负二 于是我们就把这个两个结距 把它点下去 当X是0的时候 Y是负的五分之六 是在这个点 0负的五分之六 这一点多了 再过来X是负二的时候 Y是0 原来在这边我们画过来一点 这边是负二 0 那么这条线通过的是这两个点 那么我们问的是 它所围出来的三角形面积 这是多少 这个其实并不麻烦 因为这个底层高除二就可以了 这个长度是五分之六 这个长度是二 那么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这个面积就是底层高 除以二 所以这答案就是五分之六 那么算起来的话呢 是非常的快 但是如果说各位同学把它换成了结距式 当然也非常的容易 不过我们也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只要算出了两点 这个只要直线跟两轴之间的 就是X结距跟Y结距 就可以轻易算出这个三角形的面积